然后我们下面来开最大的箱子 最大的箱子 这个箱子好大呀 然后也是把这边两个翘起来以后 把它夹开了 有一个蛋 然后这个是买这个 这个是叶色的 然后这个就是叶色的 我把我们的餐厅弄得好乱 一会儿我还要打扫 我们先看这HD吧 我这HD我一直没草 是为什么呢 是我之前也有一个非常贵的指板家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13年年底的时候 没错是13年年底的时候 那时候火了一个东西 叫做La Real Professional Stamped 没有错 就是一个蒸汽的指板家 然后Casseline Light在最近的一个视频里提过了 它的指板家 是的 就那个时候非常火 所有的网红都在说 结果后来风就啪 没了 然后我就那时候跟风买了一个非常贵 那个时候对我来说非常贵的一个指板家 对 在价格就是 反正比这HD我接着要高一些 嗯 然后我当时买了那个指板家 所以 但是我又 我又没怎么利用它 因为它非常大 它有蒸汽 它还有一个 专门灌蒸汽的东西 我买的是一代 就刚出的那个时候 现在可能出的二代了 是白色的 我买的还是黑色的那一款 然后呢 我正在讲新路历程式的 好了就当聊天了 然后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 然后我买了那个 就利用力非常低 因为它特别大 然后 我后来还是 用我大学常用的一个 菲利普的小家宝 反正就是很轻很小 然后很方便携带 然后 嗯 虽然我来这边 它的那个插头都不一样 但是我依旧还是经常带着来 然后 然后吧 这个我是 我其实就是大家 我看很多视频都种草 都都都说过GHD纸板夹 但是因为我切身的感受到了 200欧的纸板夹是什么感受的 所以我也没怎么草 嗯 不过GHD我最近还是很想买的 因为嗯 因为它 比那个小很方便 感觉应该会好用一些 所以我就买了 这个是买的 刚刚刚刚刚上市的这个限量版 对 这样子的 然后 它是 有一个蓝色的包 对 有一个蓝色的包 然后它 自重很轻不沉 这个盒子倒挺沉的 然后我再看一下 哦 蓝色包还是 就是还有拉锁 好棒耶 这个包非常软皮 好像很舒服 蓝色的包 明明是紫色的包 是个紫色的包 对 就是这样子的 看一下花纹 啊 是不是很漂亮 是不是很漂亮 一会儿那个 因为我头发什么也没弄嘛 对一会儿给大家加个造型 试一下 咱来拆我们的今天的第三个蛋 这个蛋是那个 这个蛋是那个面霜 是吧 对 我为什么要买这个 为什么要买这一款 是因为我本来想买 它其实是一个系列 但我不想买限量版的 就 非限量版的 要打个折 可能打个八折 是多少吧 然后对我来说 这个花纹的限量版 就是 呃 没有 没有 没有任何意义 就是 我就买个 就是既然它全部功效是一样的 它只是有外购包装上的不同嘛 我本来就没想买这个限量版 但是吧 非限量版它不赠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不赠蛋 总之就是加入购物车以后 它显不出来这个这个赠品 然后我就 然后我发现限量版的这个 加入购物车以后有这个赠品 所以我就买了个限量版了 好了 我们这个是这个蛋 这个蛋是什么呢 当当当当 诶 就是这个 这个牌子叫奥尼 哎呦我忘了它的中文叫什么 奥尼杰还是叫什么 对就是这个牌子的面霜 是正把30毫升的 感觉非常超值 应该正价可能卖60 60多刀吧 哇 这个包装是 不是塑料包装 是 是那种 反正挺沉的 那它是那个旧金山的实验 视频牌 就是之后的使用感受的话 我在微博上 或者是 在有视频里 再跟大家反馈吧 好 我还是非常非常非常 想看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在国内的斯福兰 那个已经上 上了 价格卖的算是比较高的 这就是三个彩蛋 这个三个彩蛋我超喜欢 这责品都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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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 就超值 所以也是我为什么下了这一刀 还有一刀 还有一个小的 这个是头发护理的产品 跟大家分享一下 买了两样东西 一样是它 一样是 它 这个是什么呢 首先是 这个 这两个牌子都是歌威的 对都是歌威的 叫高德威尔 高德威尔 是德国的洗护牌子吧 就是沙龙县的洗护牌子 它有更高档的系列 它的更高档的系列 价位我觉得是 算是一线洗护的价位了 就很夸张了 已经 我觉得是啊 就是 就是有的 有的发毛类产品 就80欧以上 就是还是很夸张的 包括 欧莱雅 就是专业线的话 然后包括卡尸什么的 就是还没到那个程度 所以就是 这个 这个是 歌威的一个叫 这个系列 我觉得啊 国内对于歌威的 反馈就非常少 但是它其实是个 非常知名的牌子了 然后我之前呢 也是也用过 这个是 目前市面上 唯一 针对 自来卷的沙发发质 所研发的发膜 然后有专利的一个东西 是这个牌子的 这个系列的发膜 嗯 我 作为一个 一直奋斗在护发道路上 但是发之一 就很烂的 沙 严重沙发型患者 严重沙发型 还喜欢 倒腾头发的人员之一 然后就是 遇见什么 新的 嗯 头发产品 或者是 在头发上投资的话 我都愿意 花大点钱去投资嘛 所以就是 我买了它 嗯 我本来想摆最大罐的 但是就是 嗯 最大罐它是一个 就是那种沙棱线的 上面有压泵头的那种 嗯 但我全横了一下 那我们还是先试试水吧 这个发膜做的超好看 超级漂亮 是不是 对吧 这光线好奇怪啊 一会亮一会暗的 然后 会跟大家尝试一下 嗯 我觉得护发类产品啊 就是你用了高端的之后 你就回不到开架了 就算是 你原来觉得开架 嗯 非常好用 但是你再回去 就回不去了 就你越用越觉得之前用的不好用 我原来就是 嗯 先是接触了日系的洗护 然后又接触了韩国的洗护 就铝的 用过好多瓶 各种铝 然后铝的 然后后来又接触 欧美的洗护 嗯 我就是先从 嗯 科研式的那个氨基酸来 嗯 那个来洗嘛 然后就是 我觉得 嗯 后来又用那个 Juan Master的 后来又用那个 Crystal Rubin的 然后卡施的 就是 嗯 就现在就回不去了 然后就包括鱼子酱什么的 所以我就最近 一直在研究这个 这个 我觉得啊 真的是很少有 有博主说这个牌子 我一定要跟大家强力推荐 然后之后跟大家会一些心得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东西是 这个 哎 这个在打折欸 所以我就 嗯 就是 果断把草 虽然我囤货还有很多 但是 但是他 他那个就是 他在打折 我就不能不买 是不是 啊 我觉得还是 一个观点 就是你洗发的话 嗯 你只要保证他洗的干净 冲的干净 清洁到位 就可以了 是吧 但是你护发的话 用一点好的东西是值得投资的 对不对 哈哈 这个是那个叫什么 叫 嗯 是吴依林老师 大家知不知道吴依林老师 女人我这家是 算是我美妆启蒙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节目吧 我是哦对 我是那个看台湾综艺长大的 是的 我我高中的时候就看黑色会 我爱黑色会 我高中住校 然后 我每个每个星期回家 不是每两个星期回一次家 我还要把一星 把两个半个月的我爱黑色会补上 真是 嗯 因为有青春青春 青春美少女的时段 好 嗯 对 我在知乎上 还喜欢答台湾综艺的那个问题 然后我的那个标签还有 就擅长 擅长类目台湾综艺 然后我台湾综艺十二载 嗯 现在应该有十四载了 就是 这是多少 十几岁就开始看 好 这个 回归主题 这个视频看来真的要剪成两只了 这个是 嗯 头皮泡泡 它是 用来敷头皮的 就是 它挤出来是泡沫 泡沫状的 可以敷在头皮上 然后 它是 针对于头皮清洁的 就很多人 嗯 是洗饭嘛 但是对头皮护理 嗯 就是不上心 有时候吧 你自己看不见你自己头皮 有时候如果你有 你遇见其他人 有时候 看到你头皮 很多人的头皮是泛红的 然后是有味道的 头皮是臭的 对 很多人对头皮的护理 就是不重视 嗯 我觉得大家应该重视起来 不一定非从这个买起 就是可以买一些 嗯 针对头皮的洗发水 然后可以买头皮精油 因为头皮精油 就是它是有那种 长的那种 嗯 滴的滴剂嘛 然后你就是 嗯 就是滴在头皮上 然后按摩的那种 头皮精油 保养一下头皮 头皮也是皮肤之一嘛 头皮敏感也是一件非常烦恼的事情 你头皮发痒啊 头皮脆弱啊 你头发肯定就是 不会好到哪去是吧 然后 哦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提醒小仙女们 一定要注意 就是不要跟别人 共用一把梳子 因为每个人的 就是每个人头皮状态不一样嘛 我觉得如果是合租的话 也没有人费 拿你梳子用是吧 但是就是如果你跟男朋友 一块住的话 一般男朋友就是 他们就会随手拿起你的梳子来 就梳两下意思意思 对 他们也不会记着洗梳子 或者是也不会记着怎么样 对 然后就是 呃 就是前来一定要记住 要自己用用梳子 一定要跟男朋友们 特别是男生说好 就是我的梳子 你别用 你用你自己的梳子 对吧 我真是一个 一个chit chat的 一个开箱视频 好 接着我们来接着说头皮泡泡 这么一个东西 它呢 是for sensitive 头皮的 它是头皮的一个慕斯 然后呢 它是专业护理头皮的 但是就是 它敷完了以后 你可以直接当洗发 洗发水来 就是揉搓整个头发 特别是短发 就是可以洗 就是揉搓整个头发 然后就当一个洗发水使用 还是挺多功能型 使用方法就是 嗯 把这个泡泡放在头发上 然后静置 然后之后再用 在在在 在洗头发以后 直接用水冲掉就可以了 嗯 具体的使用感受和使用效果呢 我会之后跟大家做反馈的 嗯 如果好用的话呢 下个月的爱用品呢 就跟大家分享这个 好了 这支视频终于录完了 那我们不多说了 那就 就这样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支视频 只有帮我点赞 嗯 去微博找我玩 拜拜